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 高效节能环保已成为市场主流趋势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邵金法在2005年创立行方工程澳门有限公司 寄予经济、实用、环保等多方面主推设计方案 为客户提供加援系统自动化控制设备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期《人才讲坛》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嘉莉 今期的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 恒风工程澳门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萧金法先生 萧先生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了 恒风工程澳门有限公司 就是集团旗下其中的一间公司 主要都是关于环保热能系统的一间公司 可否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如何 其实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澳门方面 采取一些酒店的热水系统 热水系统方面整个系列的油锅炉 热交换器和热水缸 甚至整个智能化的控制我们都会做到 其实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澳门创办这间公司 基缘巧合其中是基于一个梦 梦想是什么呢 从小到大我去过一个商业大厦 有一个写字楼 写字楼很漂亮 望着海 在那里我做过暑期工 我很希望有这样的写字楼 又是这个梦 我想追求这个梦 刚好我打工的期间 是从事一间日资机构 在那里澳门曾经试过一段时间 经济低迷 日资机构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会炒人 但是它会不停给一些技术培训 它就送了我去日本学习 在日本学习的期间 在两年内我学到日本的一些管理 技术甚至一个QCQA的要求 一些要求 回到澳门 刚好有正值的澳门 回归之后 经济起飞 是 赌牌的确立 之后 刚好 有个朋友 在香港已经成立了这间公司 他都想过来澳门 发展澳门的事业 当然他想找回澳门人 我们一拍就即合 拍完之后 当然我都会了解那产品 我以前做的日资机构公司 完全跟现在公司的产品 完全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联 最有关联的是建筑行业方面 对产品我不是太认识 我们一合作 签合作协议的第一天 我就上了国内 因为澳门的书店不多 我去了国内的书城 买了四本相关同类型的产品 我用了一个月时间 要用四本书 我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你当时觉得澳门 都有这个发展的前景 没错 因为澳门当时经济发展 看到未来有很多大型的酒店 将相计落成 我们的产品 刚好在以往澳门的市场 都是依附着一些冷气系统的公司 叫做冷热冷热 通常冷气的公司 都会做我们的产品的销售 代理甚至维修备用 但是这些通常都是一些 比较100房左右的酒店 或者200房左右的酒店 未来的酒店是很大的 3,000房 4,000房 5,000房 甚至6,000房的酒店 所以它需要的热能更加多 所以那个系统会更加大 因应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公司想在这边打出一个缺口 澳门 我也研究过澳门的市场和竞争 市场看到澳门有未来的酒店发展 竞争的对手 原来当时只有一间公司去做 澳门 我们希望澳门成立第二间 澳门热能公司去做这个行业 先生当时创办澳门公司 其实筹备的时间有多久 可能前期要准备一些什么工作 才可以创立这间公司 筹备就相对快 为什么呢 澳门要成立一间公司 就太简单了 登记你就会开一间公司 当时是很简单的 我筹备最久的可能就是选址 找一个办公室 找到办公室之后 找人才 其实当时开始都难找人才 所以我们公司一开始发展 全间公司只有两个人三个人 开始就发展我们的行业 做销售 会计 技术方面就要靠原来这间 香港的公司一些技术的支援 公司集团业务覆盖香港 澳门 新加坡 越南及中国大陆 港大地区 销售包括供冷卵机组 板式换热器等设备的设计 生产 安装及保养 多年来在团队努力下 公司因应市场发展 不断满足客户多样性要求 推出商营产品开拓业务 刚刚施先生也提及到 关于一些热能系统 现在会如何寻找自己 目标的市场客户 去开展热能工程的市场发展 市场发展方面 我们一定要多点了解市场的需求 未来公司的发展 要看当地的发展情况是如何 因为我热能公司 相对在亚太地区 我所称为南面的地区 市场比较窄 竞争虽然小一点 但市场相对窄 例如一些大型的 失业大厦都不会用到我们的系统 是酒店、医院 所以我一定要了解到当地的发展 和政府的政策去到哪里 例如澳门曾经出台出过一个环保基金 当时我们也有做过环保系统 相应澳门政府的政策去做 我们也有的 所以市场和政策 我们也很重要的 澳门我们看到酒店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 在赌牌开了之后 我们也开了第一间新加坡的分公司 当时我们新加坡的第一间项目 我们也做下来就是金沙 所以在当时我们一定要了解 当地的发展是如何 接着就去投放相对的资源去做这件事 目前公司现在整个营销的策略是如何 刚刚有港道有北方有南方 也有海外的市场 整个营销的策略和方案是如何的 因为我们公司尽量做一些技术型的公司 不是简单单 我想要这件事我就买这件事 我们希望卖的产品是客户所需 客户所要求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事先去了解当地的市场 目标客户 客户里面所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去做销售 在南方方面 我们比较简单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要求 甚至售后服务我们都方便 但是在北面相对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都会用代理的形式 我们直接跟代理沟通 可能我们每一年做一个代理的培训 我们来到我们公司 我们的工厂去教授一些技术要求 可以做的事 所以我们都南北两面 我们尽量分开南面是直营 北面是代理的 即是有直营的方式 也有代理的方式 去展开销售市场 其实现在智能环保 也是成为大家的关注点 其实萧生姐 你们公司会如何一直去迎合市场的需求 或者满足客户的一些不同的要求 去推出一些满足他们要求的产品呢 现在我们公司 基本上是分两个方针 早期和现在也是 一个就是叫做新项目发展 新项目发展就是简单来说 一块地开始要建酒店 或者开始建工厂 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介入 介入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跟这些客户直接跟他们沟通 看客户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跟他们一起合作做设计 设计了一个他所需要和所合适的产品 最终我们销售给他 之后就做完维修保养 这是我们的新项目发展 期间在新项目发展的设计要求里面 都要看客户所需求的环保要求去到哪 因为不同的环保产品都有不同的要求 简单来说价钱都会不同 在设计方面 讲句最不好听就是看菜吃饭 客户说不是啊 我只有这么多钱 我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去设计 客户说不要紧 你和我做最环保的产品 最环保的系统行不行 行不行 但可能会贵一点 做环保是对的 环保是用钱买的 但是未来发展 二氧化弹 不是钱来的 所以要看客户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一些叫做现有的系统 现有的酒店系统 因为他们用得时间久的话 效能都相对会降低 还有在法规上的提升 都有这样的要求 或者一些新的政策 例如我刚才所说的政府 一些叫环保政策 会相配合当地的发展情况 和酒店的要求 和效能降低 我们如何去做renew 和调整改 去做计计 现在公司整个生产线 流程又是怎样 因为我知道生产有 德国公司 亦有东莞公司 那整个生产线 是怎样去发展的 我们从营销的设计方面 已经开始了解到客户的要求 在那时候 我们已经做准备了 这样的话 在设计方面 生产市方面 就因应设计方面 简单来说 叫做Tele-made 因应客户的要求 我们去做生产 去做配对 配对不同的产品 在澳门 简单来说 我们就会有自己生产的产品 和代理 譬如一些德国的产品 我们可能会直接 由德国进口去澳门 之后就装嵌 帮客户 另外一些我自己生产的产品 可能一些核心的产品 都是由欧洲进口 之后装嵌 由我的工厂装嵌 然后就运回澳门 最后就成为一个系统 销售给客户 客户就比较简单 装嵌就能够用得到 即是一条龙的服务 现在会组装一个 满足客户 所有需求的一个系统 多谢萧生的分享 说过之后 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萧生在创业路上的故事 我们回到现场的 你现在收睇的是澳门有线电视 互动新闻台的人才讲庭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嘉莉 刚刚萧生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是创立了 澳门这间公司当时的一些准备工作 如何明确产品目标的市场和生产线方面的内容 萧生创立澳门分公司发展以来 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在你当中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有 我记忆犹新 在种种困难中 最记忆犹新是一个冒牌 我也想不到我们公司在发展的中段 距离现在的中段 我们会被冒牌 有一天我收到 我们公司收到一个电话 就说 IES你的产品漏水 怎样 好啊 你给我们合入编号 或者series number 我们翻好所有记录 我们没有这个合约 没有这个series number 最后 我们也要看看发生什么事 最后 我们送了我们的工程师去现场看 发现所有的产品不是我们 但是 确实整个模型外形 都是类似我们的产品 最后我和客户商讨 帮他执政 我们不收他的薪金 需要换的零件 他只会给零件费 客户对我们的服务很好 最终是恩和得福 因为这样的话 在下一个新的酒店项目 比原来大的酒店项目 大过三四倍 他直接加了我们的品牌名 要求我们公司去做 当然是合理的价钱去做 恩和得福 其次就是 曾经我们公司早期的登记 我们是东莞做登记 我们公司的中文名叫行锋 所以我们叫东莞行锋 但是 在广州有某些公司 登记了广州行锋 要卖同类型的产品 当然我们要进行打官司 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也要拖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发觉 注册品牌是真的很重要 在现在来说 公司大大华华 都注册了超过十个品牌 我们原来注册是很重要的 就是品牌的注册方面 因为当时大公司 就是因为注册品牌的问题 所以达了很久 经过多年努力 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和研发团队 先进的生产设备 及丰富行业经验 为了可以保持一定竞争能力 公司也从帮客户 图计的一个产品 演变成发展做整个系统 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 解决方案及服务 其实公司到目前为止 发展都有十二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说创业很容易 但首业就比较难 其实萧生公司一路以来的发展 如何可以保持一定的稳定程度 我们公司整个集团 由早期的发展 只有我们几个 不超过十个人 现在公司大概有二百多人 整个集团 虽然不是很大的公司 但在管理上我们都很头痛 但在发展方面 因应客户的要求 了解市场的落差 或缺口在哪里 我们看到的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除了我们的产品之外 原有的一个产品之外 如何去帮客户解决问题 将整个产品 变成一个系列的系统 去做销售 当时我们公司不停的发展 我们由代理一个产品 由代理 变成OEM 帮丹麦公司做OEM 由OEM变成ODM 由生产设计 我们也做了 然后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 由自身的品牌 和自身的设计 都向这些不断的发展 我们都是看市场要求 我说到最终的 整间公司的方向 市场其实很重要 市场的需求都非常重要 其实邵先生 可能在发展整间公司 当时如何可以令一些产品 保持一定的竞争能力 市面上的竞争是否大 市场竞争是大 因为我们的产品 热能公司 在北方很多 相对 当然北方是 空调制冷公司 相对少些 在南方 空调制冷公司 会多些 热能公司相对少些 但是北方 开始慢慢慢慢 因为南北交流 北方的公司 都会下来我们南方 我们竞争开始 越来越大 那公司要如何做得更加好 就是说 刚才所说的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做系统 就开始不是做产品 是 只是做产品 发觉我们竞争大 原来做系统的话 相对 全球 做系统的公司 不是那么多 可能数得出十只手指 要做系统的话 当然 技术要求很高 因为你不是了解一个产品 你可能了解十个 或者二十个产品 才能成为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公司 仍然是一个 商业的发展 我们会用系统来做发展 从而我们公司 会发展自己的自身品牌的产品 和和全球热交换器有盛名的博士合作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王博士 我们合作 之后他和我们一起去设计 生产一些新型的热交换器 这样去配合未来的工业上的发展 我们都会尽注在工业上 作为全国领先的换热方案供应商 公司集团致力于改善大家的生活环境 提高工作效率 积极参与研发和发展绿色节能产品 日后会建合互联网发展 继续为全球客户 提供优质的节能环保热交换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的意思是 互联网的时代 其实发展都非常迅速 大家现在在说电子商务 其实萧先生 公司的发展 未来会否结合互联网的创新发展 去开发的产品 会的 因为大概两三年前 公司已意识到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要求 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公司在三年前和一间软件公司合作 去做一个APP APP是什么用呢 先内部给我们各个维修保允人员 和一些工程师去做 就是帮助一些员工很简单 以往去做维修保允 其实很教经验 和教师傅教下面的员工 但如果真的有某些菜单 怎样去查呢 比较难 最后我们就是 自己为了公司的产品 系统系列 我们生产了一个APP 同事只需要拿着一个iPad 到现场 一步一步去做维修保允 最后的报告 我会发电邮便可以送回客户 客户很简单 我想找回 三年前六月份的报告 可以吗 很简单 就立刻找回 不需要再翻查硬件的记录 不需要 很简单 其一 其二 过往做的数据 全部都会回到我们系统 做数据分析 跟人看医生一样 如果人有病 要看医生 会翻查病历 这就是病历 很容易看回 系统发生什么事 过往会怎样 很容易解决到 我们俗称叫 break down 就是故障的情况 很容易 除此之后 无论酒店 工业也好 一段时间 它的产品会老化 效能会降低 甚至需要更换 这些行为 我们铺排在未来十年 或者十五年之后 客户需要整个系统更换 我们有足够数据 去支持客户 为何要更换新系统 没错 令整个过程 都非常快捷 非常清晰 而且利用了大数据 去整理日后的管理 维修方面的内容 其实萧生 公司日后来说 下一步又会有什么计划 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其中一个主打的产品 叫做热加换器 我们都其实已经 发展了一个叫做 网上选营的系统 因为以往 客户需要选营的 热加换器 可能会发一些资料给我们 你们帮我们去选 哪个热加换器 究竟大还是小 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希望 将这个网站公开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 选到它 需要的型号 直接在网上 技术型的人士 例如我所说的 王博是其中一位 在热加换器里面 都是一个表表者 他会和我们一起合作 去制作一些新型的热加换器 我们公司最近 制作一个新型的热加换器 是用激光消汗的 它可以抵受到最高的压力 是去到100个巴 即是1000米水压 和500度温度 未来的发展方向 都向这些工业的发展 和一些新型的设计去发展 的确 现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高效、智能、环保 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的趋势 相信 相信在萧生的不断努力下 亦可以更好为顾客 提供经济实用的设计方案 在热量工程这方面 发展得更加好 今天多谢萧生的分享 亦多谢大家收看 今期的人才港行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